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焦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造快乐的生活一直是高雄市政府努力的目标 并且受陶祝贺所有长辈 我们要看这个城市对长辈关怀的程度 这样可以来断定说这个城市有进步吗 这个城市越惊羞老人 越重视老人 这样这个城市我们可以很大声公 这个城市很优先 这个城市我们很爱大 除了有经典老歌演唱会 以及免费的受陶发送之外 前来参与的长辈还能参加电视冰箱等 三百多项大奖的丰富摩采活动 活动现场更设有 理髮按摩以及点心摊位 就是要带给长辈们一个能够更放松 自在聆听音乐的舒适环境 因为这个城市要帮我们这些老人 中央节让我们来看教宴 再参与这些给我们 非常感谢这个城市 听这些老人 你今天要来这里看喜吗 欢喜啊 对 欢喜啊 来参加这个晚会啊 你今天要来这里看喜吗 对啊 所以现场的开会 欢喜啊 欢喜啊 你有来这里要送她吗 有 除了送她的 所以说长辈在等待我们 还有站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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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米 抽 抽獎吗 有啊 还没有抽啊 另外 我们台湾信策的廉持功德会 会给大家抒押 自己做经络保健按摩 另外我们梅花 莫爱慈善会 我们今天要祝这个 咸草 咸草蜜 让大家品尝 我希望今天会带给大家 非常高兴的快乐的一天 今年曲工所特别在重阳节期间 搭配光复节举办亮凤凰 乐重阳老歌音乐会 希望大家能牵起父母的手 聆听不同年代的音乐故事 让长辈们重温年轻旧梦 并借由一首首快智人口的歌曲 替老人家还度佳节 港独新闻李佳琪 张浩欣采访报导 同样但您看到这场老歌演唱会 当中的巨星阵容可不容小觑 由知名歌星黄西田 余音音 邱兰芬 以及包岛歌王郭金发等 聚集60年代当红明星 带来一首接着一首 快智人口的经典名曲 让台下的长辈们听得如痴如醉 仿佛回到当年 场面既热闹又温馨 透过镜头让我们一起来怀旧听老歌 为了关怀照顾银发长辈 高雄市政府与凤山区公所 在宫二八公园举办音乐会敬老 邀请凤山地区6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 一起来听老歌 闻旧梦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 万名银发粉丝痴心等候 只为了一堵巨星风采 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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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经说你来听什么人唱歌的 那呢 青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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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听那个凡王 在本来三个四方 很好听 听到会陶醉 那有欢喜吗 有啊 很欢喜 这种市公司 市政院办活动 我们这种欢喜 让我们够一项娱乐 来这种听老歌 哎呀 我们早前要够 够一张 在八百 又要三千元 这很棒 对啊 演唱阵容庞大 聚集六零年代 当红巨星 包含余茵茵 秋兰芬 吴淑敏 李卢林 甲子惠 以及藩王王吉萱等人 替台下高龄粉丝演唱一首又一首 耳熟能响的怀旧歌曲 各位高雄的市民大家好 我是余茵茵 好开心的参加这个盛会 现在我们的歌曲 能带给我们每位朋友 永远的回忆 很久没来到高兴 今天青帝 会有这个机会 在我们这个红山 怀疑的台语老歌演出 很欢迎可以唱歌 让大家听 其中秀场天王黄西田 以一首《流浪到台北》 将音乐会带入高潮 炒热全场气氛 让长辈们的情绪沸腾 掌声不断 音乐会的尾声也请 宝岛歌王郭金发压轴登场 演唱经典名曲 秀霸掌为整场老歌演唱会 画下完美的句点 音乐会从下午4点开始 直到晚上7点 众星齐聚接力欢唱 让台下长辈们听得如痴如醉 仿佛一起当年时光 不禁让人直呼 明年还要再来 港都新闻李佳琪 张浩欣采访报导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每年全球平均有540万人死于烟害 也就是平均每6秒就有一个人死于烟害 而吸烟更可能是直接引发肺癌 口腔癌等癌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帮助民众戒烟 盛工医院加入无烟医院行列 开办戒烟门诊 也深入社区举办宣导讲座 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无烟害的环境 守护社区居民健康 为了宣导烟害防治 圣工医院邀请豆子剧团演出短剧 希望透过简单逗趣的剧情 宣导吸烟对家庭和健康的影响和危害 许多民众也对于吸二手烟感到厌恶 认为抽烟不但危害自己的身体 也对他人造成伤害 尤其是下一代的身心发展 希望能够远离烟害环境 吸烟的人很开心 可是我们在旁边的人会闻得非常不舒服 尤其是有小baby的 对对对 而且他们可能身体的发育都还没有健全 器官还没健全 所以更不可以让他们吸到那二手烟 有这种感觉对啦 因为没有抽烟 闻到那个香烟的味道就不舒服啊 所以是不是觉得应该要多打造无烟环境 对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推广 为了替社区民众打造无烟害的友善环境 圣工医院除了加入无烟医院的行列之外 也开办戒烟门诊 希望帮助有心戒烟的民众找回健康与自信 我们有个分数表 然后最高分是11分 然后看4分以上的话就是可以戒烟了 我们要推广 推广的话在工厂方面可以有戒烟班 然后戒烟班的话 同才的力量 然后我们的药物的帮忙 很多的戒烟的先生或者小姐 都有那个改善的机会 许多人把抽烟当作是排解压力的借口 但是自己吞云吐物却造成他人的不健康 医师呼吁想接烟一定要有毅力 并且能够在亲友的支持下 配合医生的诊疗 成功接烟的机会还是很大 港多新闻萧鸿汉黄兰君采访报导 今年登革热疫情可以说是高雄历年来最严峻的一次 截至10月26号为止总计有7146例本土登革热病例 含55例登革出血热 有鉴于此高雄市政府集结各国学者专家在小港医院 举办第四届国际登革热研讨会 希望透过国际间的交流来提升国内防疫和研究技术 高雄市今年截至10月26号为止 既有7146例本土登革热病例 含55例登革出血热 其中以三名区出现的1703例病例居高 其次为前镇 凤山 林雅 小港等地区 疫情持续延烧面临11年来最严峻的挑战 为此高雄市政府集结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专家学者 举办第四届国际登革热研讨会 借此提升国内登革热防治及研究技术 今年这个疫情的爆发让我们发现就是 可能有很多我们就是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举办这次的国际研讨会 希望能从新加坡或是从泰国那边 他们有些专家过来 都是政府部门的高级的长官 他们对整个政策的形成都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认知 我们希望能从他们的防治的经验 然后弥补我们高雄市界面防治的不足 同时也说我们在策略上有所改变这样 研讨会中也以和我国生活形态相近的新加坡为例 日后不排除取近新加坡在登革热疫情控管 与病霉闻防治上的周详计划 作为未来国内登革热的防治参考 假设以今年的状况来讲 我们可能就是说在发病的个案数 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在全线掌控的之下 那但是在后端的这些登革热血热 经常造成的就是死亡这种个案 我们尽量能在后端的医疗照顾上 能尽量做得好 然后尽量能早期的发现登革热血热的危险症状 然后能减少我们市民的生命上的损害 除了提醒民众若疑似有登革热症状 因竞速就医之外 卫生局也进一步指出 造成养蚊的并没资深源之公共或私人场所 若未依照通知将其清除干净 最高则将罚新台币15000元 希望借此呼吁防治登革热 必须全民一起来 港督新闻许富天张浩欣采访报导 来跟您分享校园教学成果的喜讯 凤甲国中参加2014世界机关王比赛传回好消息 因为他们抱回了国中整合组冠军 同学在作品当中充分地融入科学和绿能原力 并将团队的精神发挥到最大效益 为学校争取光荣 开启电源 刚煮滚动就像是台风造成的土石流 冲过建筑大楼 划过层层关卡 串联深光警示系统 每一个环节紧密相连 巧妙结合科学和绿能原理 这是凤甲国中参加2014年的世界机关王作品 也为学校拿下国中整合组的冠军宝座 其实原本是很紧张 然后评审完的时候其实蛮失望 因为觉得表现还不够好 可是听到自己得奖的时候 其实真的很惊讶 希望我们明年可以得到更好的成绩 因为我们机关王 它那个绿能展现是有搭配着时事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将一些现在的东西加进去 从我们高雄出发 或是从我们学校 从台湾甚至到世界 从每一个地方的景点 呈现在我们的作品当中 希望下次会有更好的表现 代表学校参加比赛的同学 异口同声说会再接再厉 希望明年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听在指导老师的耳里感觉很骄傲 因为在指导同学的过程中 指导同学们承受很大的压力 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 才能有今天的好成绩 他们在这过程当中 真的被我骂了很多很多次 因为像有些人他可能创意不够 可是他愿意很认真的去做 有些人他可能在组合积木的地方 他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 或者是他没有足够的想法 可是他在剪辑影片的时候 他也有这些能力 那我觉得我们这是刚好就是找到一个 能够互相互补的团队 那由于他们在课程当中的落实学习 跟老师的认真指导 所以他们在把所学应用到整个机关网的创作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相当不简单 那更重要是他们愿意牺牲假日的时间 甚至于牺牲下课后的时间 去做很多更深入更投入的一些规划 跟整个操作实验的过程 我觉得重在这个历程的一个成长 黄天不负苦心人 同学们为了参加比赛 牺牲假期和休闲时间 就是为了争取好的表现 尤其同学们能互相支援 互相加油打气的团队精神 也是成功的关键 现在他们正寻求更进一步的机关设计 期待明年有更亮眼的表现 为高雄争取更大的光荣 港洲新闻乡红瀚黄兰军 采访报导 骑车戴安全帽 有效降低事故伤害 骑车因两段式左转 防止车祸事故发生 生命尘可贵 骑车巨当低头足 生命无法冻结 安全才是最美 喜欢这里大地的颜色 喜欢这里的生活节奏 喜欢这里看得见的历史 喜欢他们对美食的坚持 喜欢他们的代客之道 以及他们对自己故乡 始终浓烈的情感和骄傲 到台南最好慢慢逛 现在有公车 你可以玩得更方便 更宽广 要杀你 这个画 画得实在太真的 拔刀 有 2 2 超大的喔 有没有 想体验高雄的民俗文化吗 想了解高雄最在地的生活吗 好重喔 跟着镜头 我们将带您一起探索高雄 周一到周五晚间六点半 尽情锁定高雄市公用频道 ZH3 全新的高雄38条通等你喔 人家说台南人家的油脑 每天都看一看 其实是五回 台南人对时间相当求 肉酸就要慢慢熬 要是擦鲜鱼就要筋肥才好吃 台南的公车也同样 家帮路线我们会慢慢熬 要是方便尊时可不够好 现在就要让大家看到 台南的公车有很多双 人家好处图 共亲好生活 这没有人说你和市场很感人 谢谢潘伯萱老师 谢谢贝罗老师 谢谢苏波老师 谢谢我谢谢张欧宇 如果没有詹勋李老师 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是肖静腾 每个孩子都该拥有机会 和我一样 遇见一位翻转一生的好老师 在台湾还有超过18万名学童 因缴不出学杂费 而无法安心上学 请和我一起帮助他们继续学习 遇见不同的未来 三明区今年市议员选举竞争激烈 民进党为争取议会习次过半 在各选区提名新人之外 寻求连任的议员候选人 台联党主席黄坤辉为市议员候选人 黄鼠美批挂竞选彩带 代表台联党绞组三明区市议员选举的黄鼠美 虽然在民进党初选当中提名失利 但是获得台联征兆投入选举 他形容这是背水一战会勇往直前 这次是背水一战 也是我从政以来最艰辛的一战 那我想我会把我这十年来的政见 持续的延续下去 因为在这十年中争取到的建设非常多 包括轻轨进入三明区 包括涉安阿比 包括中都燕景桥 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市民所关心的 那更重要的食安的问题 我想陆陆续续的会爆发出来 那我们会持续的追踪蒙这个台领党的征召 那我想在台领党目前在高雄市是没有议员 那希望这个本土化的一个党呢 可以藉由这一次呢 可以在在地多几席 总部成立大会上来自选区的支持者估算有上千人 包括市长陈菊和多位立委 也到场为黄鼠美加油打气 展现范略大团结的气氛 希望能争取更多本土票源 发挥关键力量顺利连任 港都新闻许富天采访报导 同样是高雄市议员选举竞争最激烈的第七选区 也就是三民区 这次呢一共有16个人要角逐8个席次 其中获得民进党提名的何全锋虽然是新人 但他在行政和党政方面的服务经验丰富 希望呢能够获得选民支持顺利当选 虽然是第一次投入公职选举民进党提名的新人 何全锋就投入超级战区三民区要和其他15位候选人一起竞争 压力虽然大但是何全锋说他会全心全力应战 希望达成议会席次拼过半的任务和使命 新人来参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 聘过半多一起这个目标来够达成 那在三民区全锋以新人的姿态来参选 那全锋是三民区长大的在地子弟 那也经过立法委员助理主任的历练 在高雄市政府也跟随陈局市长有行政的资历 那可以说是年轻但是是有能力有经验的新人 为了顺利推动党籍议员争取议长宝座 民进党新生代议员候选人也一同签署议长选举量票宣言 展现推动民主政治的企图心 市长陈局也出面为子弟兵站台力挺新人 希望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让新鞋加入议会 港都新闻阮韵轩采访报道 但您看到街坊小吃 在其今的中州二路上有一家面店 它没有招牌也不怎么显眼 卖的更是一般传统的阳春面和卤味 不过很特别的是这家没有招牌的面店 每到吃饭时间就会有很多顾客上门 生意简直好得不得了 究竟是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就带您去直击这个 让其今居民异常再常的好味道 那么多人在排队 到底在等些什么呢 原来是吃饭的时间到了 顾客一个接着一个上门 迫不及待前来吃上这口令人垂涎的阳春面 这家位在其今中州二路上的面店 没有招牌也不怎么显眼 卖的更是一般传统的阳春面和卤味 不过光是卖这两样 就足够让老板忙得不可开交 好吃啊 从小吃到大 因为他妈妈 那边一直吃到这边 也还在吃的 要老娘也还在吃的 西欧又大碗 又好吃又吃的 几乎每天都来吃 为什么会每天都来吃 好吃啊 好吃喔 那你最推荐什么东西 干面啊还有小菜 一般我要在这边工作的话 大部分都在这边吃 所以几乎每天来吗 有时候不一定 因为工作部有时候到这边的时候 我就在这边吃 应该大部分都三四天那边 一个礼拜来三四天 好吃 便宜又吃得饱 是这里顾客 一来再来的主要原因 老板说煮的好吃 没什么秘诀 就是卖的新鲜 而且绝不卖隔夜的食物 就这么简单 如何做出到底 古早味的阳春面 从一旁很有历史的滚水炉灶 就可以看出一二 因为从阿嬷那头 传承手艺到现在 蔡老板已经是第三代了 以前阿嬷就开始卖了 是 那就是贴补家用嘛 以前老人家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啊 只要吃了喜欢就来吃啊 口味就是个人 个人喜好不同嘛 那可能大家吃习惯吧 捞起面条放入碗里 香气十足的阳春面 简单 樸实 又加上淡淡令人怀念的古早味 有多受欢迎 从客人满足的表情就可以窥见 改天如果你有经过期间 不妨停下脚步 来上一碗飘香三代的古早味阳春面 港多新闻 萧红汉文雅婷采访报导 最近大高雄有哪些艺文活动 接下来是我们为您整理的 港都生活讯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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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 明天的天氣狀況如何 透過高雄都會氣象台 帶您一同來關心 高雄台南屏東地區晴時多雲氣溫是22到32度 南投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地區晴時多雲氣溫是22到30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區多雲部分地區有降雨的機率氣溫是22到27度 宜蘭花蓮台東澎湖金門馬祖地區晴時多雲部分地區有降雨的機率氣溫是20到29度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港獨新聞 我是張浩欣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請推定下雪梯 在果凍摩 截至乎 旁邊 嘗試過 降落 降落 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